嗨大家好 我是未尝周星的 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自己得肠癌 于是话会前天观察这些大便 担心自己大便形状有改变 那么之前也谈过很多次 关于大便形状这方面的问题了 那么这边最近又有一个朋友问我 请信息一下 我这个大便前面成型 后面不成型 有时候后面还会穿点细 或者是我大便前面比较粗一点 后面比较细 就是说也没有形成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这些大便的情况不太对劲 这东西会不会有肠癌呀 那么今天视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问题 那么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型玩 这个情况呢 它和肠癌基本上没多大的一个关系 甚至可以说它和肠癌的关系都没有那么大 那么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 我们的大便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我们的大便最好是这个样子 我拿一张给你啊 最好就是这个样子 它最好是一个就是说跟香蕉状的 特别就是说圆株状的 最好能这样一下子排出来 特别通畅 排出来之后最好再给你盘一圈 盘个这个形状 盘一个这个形状 特别的感觉这种特别特别的正常 但是我说一句实在 你如果想大便这么完美的形成一个香蕉状的大便 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肠道主动的这个速度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军群是否均衡 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搭配 也就是我们的水分各种各样的含量是否均衡 那在谈完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大便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首先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肯定是会在我们口腔里面充分的咀嚼之后 然后咽咽到胃里面 那么胃里面又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消化液 充分的搅拌之后呢 形成一个糊糊状的这种东西 说白了就是一个半流制状态的一个东西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小肠里面 我们的小肠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吸收消化之后呢 也供应全身 最终把里面没办法吸收消化的这些东西呢 给排到我们的大肠里面 那么它排出来的时候 这种东西它还是一个糊糊状的 因为我们的小肠基本上是不吸收水分的 这个水分是在我们的大肠里面进行的吸收 我们的大肠就是外面这一圈绿色的 就是说节肠和直肠 比较直的这一圈叫直肠 然后在这里面呢 首先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粗食状态的大便 它是含水量比较多 然后慢慢慢慢的 到达这点的时候 它就被吸收了一部分了 就是半固态了 再到这里的时候 充分的被吸收之后 就慢慢的形成固态了 然后在你直肠这里 就在排出铁牌之前 它肯定会趋集到一定的量了 在这里又会把水分充分的吸收 这也是为什么便秘的那些人呢 它的大便会比较硬比较干净 就是因为它在里面待的时间越久 那么水分被吸收的越多 那么这个大便它就会越硬点 这就是大便形成的一个原理 那么在了解了这个大便形成原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大便成型这件事 它最终取决了 就是这个大便里面的含水量 那么这个含水量 为什么我说了 和刚才那三个方面有关系 就因为我们的肠道 如果蠕动过快 那么就会 就比如说我们拉住的时候 我们的肠道是蠕动过快的 蠕动太快就会导致 我们的这个粪面 里面的水分没被充分吸收 直接通过你的这个节奏 排出铁外 我们拉息的时候就这样 那么你拉出来这种大便呢 它基本上来说 就是一个初始状态大便 它比里面你可以想象 都是含水量 拉的吸水 就是含水量有多大 这就是初始状态大便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粪面呢 在你的肠道里 停留着时间特别长 那么这个时候 它肯定就会越硬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人这个 这两天喝水少 运动少 大便排 好几年排一次 那么这个粪面 它就是干阶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呢 这个大便成形与否 取决于这个粪面 它在你肠道里面 待的时间那个长短 然后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肠道 我们的结肠里面 就是我们大肠里面 含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菌群 其中里面的一些异生菌呢 可以就是说 和我们人体呈现一个 共生的状态 因为我们人体 自身本身 无法合成一些 维生素K了 或者一些B组的维生素 那么这些异生菌 可以把我们人体 无法吸收消化的 这些食物残渣 也就是这些粪面残渣 给二次分解之后 形成这些维生素 和我们人体呐 形成一个共生的状态 也供应我们人体 那么这些军群 对这些食物残渣 也就是这些粪面的分解 又可以就说 进一步让我们大肠 成形与否 但是这个东西 也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粪面在里面 待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它也无法进行 二次的一个分解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吃食物的 一个均衡的情况 那么你想一下 你就拿喝水来说 我们粪面里面 大约25%到75% 都是水分所形成的 那么你想想 你这两天要是喝水 特别少 你喝的水 就是说 你说的话多 喝的水少 运动比较多 那你大便不光成形了 它可能就干接了 这也是为什么 对于一些 就是说这个 溶液便秘的人群 我们会建议它多喝水 因为水分 可以让粪面体积增大 也可以对粪面 起了一个润滑作用 所以说 你吃食物的均衡与否 也是对于我们粪面 是否能成形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当然就是说 你吃在这些东西里面 油脂量是不是大了 油脂大 也容易拉肚子 你为什么油脂吃 一吃油大的 这就拉肚子 这也是一个原因 当然扯得远了 说白了 就是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粪面 它成形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导致的 也不用特别纠结 大便成形与否 它就是取悦这三个方面 那么 当然这里又说多了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大便 前面成形 后面不成形 因为你的粪面 它不可能说 刚到达你肛门口 一点粪面 它就立马排出来了 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当你的粪面 在你的直肠这个地方 它形成一定用量 对直肠口造成一个压迫 就是排便感东西 造成压迫之后 它才会形成一个排便的意识 会想让你上厕所 那么它的量 肯定是要达到一定程度的 那么这个粪面 也是有个先来后到的 最先到达肛门口的粪面 它肯定不直接排出来 在这里等 那么在这里等的时候 水分也会被充分吸收 那么也就是说 前面的粪面 它会被吸收水分的量 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后面倒的话 它就吸收时间比较短点 所以说它越往后 肯定越不成形 其实说意实在的 你前面不成形 后面 前面成形 后面不成形 甚至最后拉点细了 那还代表你的肠道挺健康的 你这拉的还快干净了 把那盐还没成形的大便 都给拉出来了 其实这些东西真不算啥 那么你要是说 前面粗后面细 这个东西就更好解释了 你想一下 这是你的肛门口吧 当然形成一个注意作用的时候 这个大便 它把肛门口撑开 撑开时候 前面的大便量比较大 它撑的口比较大 比较大的话 那么前面肯定就会比较粗一点 然后慢慢慢慢往后 那么后面的这个大便量少了 因为注意作用 包括这个大便 它对于你肛门口撑的这个作用 因为少了之后 它撑了肯定就会 没有力气那么大了 那么你这个肛门口 它也会收缩 慢慢慢慢慢慢收缩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肯定这么挤一下 有时候说把大便给夹断了 就是这样的 那么夹断之后 那最后肯定是一夹筋 你可以想一下 举个比较恶心的例子 就是冰激凌 你接完之后 最后是不是一夹筋 这就是前面出后面的气的一个原因 可能解释比较恶心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 大家别因为这个东西 特别紧张了 其实说这么多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 这个东西要不要试点什么药 其实这么说 我已经分析了这么多了 你理直的去想一下 你如果没起了什么症状 就单纯于这个 你觉得正常吗 其实它根本就没多大事 如果没多大事 它需要吃药吗 再退一步说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担心这事 医生再怎么解释 其实还是没办法 就说打消你的疑虑 那你不如作为场景 眼睛维持一下 它真没事 它就是没事的 那么关系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